截至下午三迭国道的全线交通量约为73.500万车公里 高工局预估本日的交通量会到达124百万车公里 清明连续假期首日返乡车潮涌现 包含苏华路南南下高工局预估二号省道主要干道 险阶国道及观光风景区周边仍有出有车潮 公路总局已规划省道路段替代道路 呼吁民众多加利用 建议西部国道民众选择早上六点前与中午十二点后出发 国一国三可以改走台六十一 台中往返南投地区可以改走台六十三 雾峰往返台中以北可以改走台七十四以及国四 以及宜兰往返台北地区也可以改走台九 包工局表示通过问卷调查显示 车流中有45%墓地市扫墓 交通部长王国彩一号上午视察北区交通控制中心 监控国道路况及加强交通疏导作业 除了关心输印情形外 对于经常性永涩 长期改善国一 杨梅至头份拓宽等路段 及国企新建计划 王国彩也请高工局加速办理 原始新闻胡宋宝度新北泰山采访报道